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市场分学员小桃 今天的股市盘后批盘中精彩 因为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边 不可一世涨幅非常好的Meta 在财报没有出现非常大暴雷的情况下 盘后一度下跌了19%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这期视频的最后 我会和大家聊一下 我对于这一次Meta财报的看法 然后视频的一开始 我们继续去聊一下特斯拉 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从财报里面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 一季度特斯拉在资本性支出这一块 AI这一块花费了11美金 这11美金资本性支出这一块的花费 对于他们的盈利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然后我们去聊一下宏观 看一下星期四将要出的GDP数据 和星期五将要出的PC数据 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其次不知不觉 下一周5月1日将会有下一次 5月份的美联储会议 今天彭博爱那望这个团队 他们写了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的一个观点是 在下一次的会议上面 报外将会变得相当的硬派 我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 还是要留给各位CEO5秒钟的点赞 加留言时间 你们的点赞和留言越多 我下一期视频上传的时间就越早 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小幅上涨 美债收率 两年期今天几乎没有动 长期美债收率今天出现了上涨 TLT下跌0.7 三大指数今天基本是在横盘 黄金小幅下跌 原油小幅下跌 罗素小幅下跌 比特币下跌了3.5 最后是板块 今天涨跌不一 芯片板块上涨了1.3 零涨 非必需品消费上涨了1% 主要是和特斯拉有关下跌的板块里面 工业板块下跌0.8 保险板块下跌0.4 如果从罗素1000价值股和成长股这个角度去看 这两个板块今天都在横盘 我几乎从来不在视频里面挂相对比较负面的留言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今天我不得不挂出这一条相当自满 并且不尊重人的留言 做这个频道 我自己的目的是尽量和大家分享非常客观的数据 非常客观的观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主观的看法 并且在留言区里边 我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因为观点和看法本身是非常主观 而且它没有一个对错 只有最后通过结果去验证 建立在客观事实和数据的前提下 观点之间的碰撞可以引起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思考 然而对于这一列的留言 我个人建议可以先去补一下金融知识 然后去学习一下怎么正常的和别人交流 最后我们再来聊特斯拉的投资 昨天视频里面我说到一季度特斯拉运营上的一个利润率5.5% 比GM9%的这个利润率还要低 然后这条留言说到GM的operating margin在QE比特斯拉高 因为GM不仅在电动化的路线上开倒车 然后他也不需要在资本性支出这块投入10亿美金在AI的基建上面 也许我还可以理解第一个原因 GM如果少卖电动车可以少亏 从而来提高他们的margin 但是特斯拉和自己以前去比的话 以前operating margin是在14.55% 而这一个季度下降到了5.55 反观如果我们去看GM像福特这类公司 他们以前的margin一直就是保持在8%至9%之间 所以这一点也许我还可以理解 然后第二点 10亿美金资本性支出花在AI上面 这一点对于operating margin有影响吗 我就借由这个负面的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资本性支出是怎么影响到income statement运营上的一个报表 首先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我们都会看到有盈利 其次盈利上的一个成本我们叫做cost of goods或者cost of revenue 把盈利减去盈利产本得到growth profit毛利润 然后把毛利润减去运营上面的一个支出operating expense 我们得到的就是operating income运营上的盈利 然后在运营盈利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上非运营的盈利或者亏损 可以是来自于投资等等 再然后这边我们会加上depreciation amortization 折旧和摊销 特斯拉所有花在工厂或者AI基建这一块的资本性支出 会通过这一列显示在运营财报上面 并且这一个折旧和摊销它有一个时间跨度 打个比方如果一家工厂的造价是10亿美金 然后折旧和摊销按照10年去算的话 那每一年的折旧和摊销就是1亿美金 所以第一点特斯拉在第一季度 AI基建这一块10亿美金的资本性支出 完全不会影响到他们的operating margin 根本就没有关系 无论一季度是有这10亿美金的开支 还是没有10亿美金的开支 一季度的operating margin都是在5.5% 第二点一季度这10亿美金 在AI这一块的资本性支出 非常有可能摊销的时间跨度是在5年至10年 具体的这个时间点应该可以在他们的10k里面可以找到 如果按10年去算的话 那10亿美金分摊到每一年就是1亿美金 分摊到每一个季度就是2500万 所以这一个季度10亿美金的花费 将会反映在未来40个季度里面的折旧和摊销上面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会有利息上面的支出和花费 得到的是一个pre-tax income税前的一个总盈利 在去完税之后 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数据就是net income 这家公司的净盈利 希望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帮大家把资本性支出 这个概念讲清楚 并且资本性支出对于运营财报这块的影响给讲清楚 最后对于这位观众的一个建议是 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在我们会员频道的视频里面 我们有讲过很多家公司的财报 也许对你有帮助 星期四早上将会有GDP数据 市场预期是在2.5 彭博他们的预期是在2.7 GDP Nowcast 美联储他们自己的预期是在2.9% 所以星期四早上公布的GDP数据 非常有可能会比现在市场预期的要高 然后星期五早上会有PCE数据 现在市场预期无论是广义还是核心 环比的增速都在0.3% 同比核心这个角度去看市场预期在2.7 鲍威尔在上一次公开发言里面 他们美联储自己内部的一个预期是在2.8% 彭博和华尔街一些投行 他们的预期都是在2.7% PCE数据发布的那一天 对于市场的影响通常来说都不是非常的大 虽然是美联储用来衡量通胀的一个指标 原因是市场对于通胀所做出的反应 基本都是建立在CPI身上 因为有了CPI和有了PPI之后 PCE其实是一个推导的结果 今天我看到彭博上面的一篇文章 突然想起来原来5月1日将会有下一次的美联储会议 所以下一周整个市场也会非常的精彩 彭博他们这边做了一个预期 他们认为这一次美联储会议里面 报外将会变得非常的鹰派 他这边用的一个词是 美联储将会出现一个比较大鹰派的转向 为什么他们这么看 因为他们认为报外在12月份 美联储会议当时比较鸽派的这一个pivot 导致接下去美股的上涨 导致整个金融环境宽松 导致1月份2月份3月份的通胀数据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然后他说到 他们认为报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个问题 所以有可能在5月1日 美联储的那一次会议转阴 转阴的表达方式是 今年降息的这个次数有可能会减少 甚至于今年没有任何的降息 这边我想提点的是 彭博他们其实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记得12月份 鲍威尔转割的时候 彭博认为鲍威尔当时的一个行为是正确的 而在这篇分析里面 他们认为12月份鲍威尔的转割 影响了金融市场 从而影响到了通胀 比如这张图里 橘色的柱状图是 金融服务对于核心pce增速的影响 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想要表达的是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最后对于通胀影响的这一个滞后性 取决于哪一个因素 如果是金融市场的话 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滞后性 所以鲍威尔一放割 股市一上涨 然后就直接导致pce里面的金融服务 通胀出现反弹 他们模型去做了一个预测 如果12月份鲍威尔没有转割的话 是下面这条虚线 白色的虚线 现在鲍威尔已经转割 所以通胀将是上面的这条实现 而实际的通胀数据是黄色的这条线 我认为在一周之后 鲍威尔转营确实是一个风险 在结合当下市场所在的这个点位 包括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 包括这一个季度财报季 我们看到seldernews这个情况 这的确是一个风险对吗 针对这个话题 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展开聊一下 在美联储会议之前 我会再用一期视频 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下 有没有可能转营 如果转营会转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如果转营对于股市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meta 我有去看过他们财报会议的transcript 在财报会议里面的确有分析是对于 他们在第一季度运营这一块的花费上升 包括在资本性支出这块的加码表示担心 但我个人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meta在过去两年营收上面的一个增长 就已经足以证明 他们在以前资本性支出这一块 已经在过去两年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报 并且从体量去看 其实第一季度的资本性支出非常的低 才64亿美金 几乎是过去好几个季度里面最低的一个季度 现在市场预期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在85亿美金和87亿美金 管理层表示今年在资本性支出这一块会进行上调 上调的幅度在30亿至50亿美金 并且明年还会继续加码 提升完之后 未来两个季度资本性支出可能刚刚赶上2022年的Q3 而无论从营收还是盈利这个角度去看 现在比起2022年的Q3已经高出非常的多 margin最新的一个季度 也从2022年的Q3最低的20.44%来到了将近40% 所以这一个季度mata的财报 EPS比市场预期高了不少 营收的这一个指引刚刚符合市场的预期可能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公司提高了今年和明年的资本性支出 今天市场盘后的下跌 是不是在担心mata会重新再预演2022年当时的走势 从基本面去看的话 其实现在和当时已经差了非常多 准确来说就是当一家公司在非常赚钱 在高增速的时候 市场可以忽略掉一些负面的消息 然后当整个市场情绪面不好 特别又像现在出现seldernews这种情况 我们就会从新闻里面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负面消息 而其实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投资者只赢离场的行为 另外一点 从mata的财宝我们可以获知 起码在AI这一块的竞争现在还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mata在资本性支出这一块进行加码 所以在芯片这一块的需求不会减弱 但是这个但是非常重要 即使芯片这一块的需求不减弱 反而有可能未来的需求更大 市场到底定价了多少对于英伟达或者对于AMD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所以不能简简单单的把芯片 这一块的需求没有问题 就等于英伟达可以持续走强 或者AMD可以持续走强中间去画一个等号 就像财报好可以像今天出现seldernews 财报不好像昨天的特斯拉出现buy the rumors 最后是我们今天的复读木木环节 美国市场现在只需开户解 入金100美金就可以获得10股每股7巨头的碎碎股 而且只有用我们这个频道的连接才可以获得 如果去官网的话只可以获得7股 同时闲置资金还可以获得最高年化5.1%的回报 加拿大市场现在开取TFS的账户入金5000可以获得3张现金券 转仓10万可以获得9张现金券 所以通过入资可以获得最高2400加币的现金奖励 澳洲市场开户且入金2000澳币 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总价值高达3300澳币 同时闲置资金可以获得最高年化6.8%的回报 富途默默所有的平台都支持全天24小时下单 16小时的交易时间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